他主持这样子 对我就是请运达老师帮忙带主持 然后那个我就会简单做个开场白 然后说我们这个 对然后再接下来就是由这个 专会法师这边来先 先做 先做先做演讲 然后之后就是文山老师 然后最后就是我在 我在我在做最后一轮这样 大概 大概这样大概一个半小时 OK 一个人先讲20分 一个人先讲20分是吗 对对对 好 那如果大家都OK的话 那我们就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不让线上的朋友等待太久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对 那个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那很高兴那个今天 大家有机会来到这个 台欧线上座谈系列2 比如说我们这个线上座谈 系列2的主题是宗教如何抵抗暴政 然后一个副标题 八月的天空很西藏 这个是我们文山老师 一个很有诗意的副标题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台欧线上座谈系列 首先呢也感谢 首先要先感谢 那个很多的这个协办单位 包括说这个哲学星期五 然后投博之友会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研发中心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 然后神学礼拜天 然后欧台生 正能浓基金会 欧洲台湾协会 德国台湾协会 等等这些单位的这个协助 在各方面上面的协助 那本来今天的主持人 是这个古廷长老教会的牧师 陈思豪牧师 但是他因为呢 就是前两天说他确诊 那身体状况不太不太适合 所以说我们就想说呢 让他好好的修养 那我们 那今天就是由我 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国科会人社中心的 博士及研究员肖玉和 那由我来这个代班来主持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 宗教如何抵抗暴政 那我们也很 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这个不同的 这个宗教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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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有专精的 不同宗教的 这个 这个讲者 包括这个玄奘大学的教授 这个召会法师 然后以及这个 香港中文大学 荣誉副研究员 这个陈文山 陈文山 陈文山老师 那就是 以及我是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 因为我这个 这场是心里 是非常的敬畏的 因为我 我觉得我好像是这一场 这个 讲者当中 唯一一个就是 这个 那个 就是不信 就是没有 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 这样子 对那我的限制是 国科会人社中心 博士及研究员 我觉得这个主题 就是说宗教如何抵抗暴政 这个主题 其实在现在 是非常一个非常贴切 特别对于华人社会来说 因为我们有这个 我们有这个 目前的这个 这个华人地区 就是说有这个 面对这个政治压迫的困境 其实是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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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治压迫的困境 其实是越来越 越来越紧张的 那作为一个 如何从宗教的立场去讨论 要怎么样去抵抗暴政 如何抵抗暴政 它有什么样的原则 它应该信守什么样的原则 那它有没有可能跟宗教本身的 这个教义或者是理念 有所冲突 我觉得这是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 尖锐的议题 或者是说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教 那个不管是什么宗教的教徒 好像倾向于对政治的事物 或者是说 特别是说 对于某一些这种 这个所谓的这个暴政 其实抱持着一个比较 消极或者是说顺服的态度 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研究是 这个 这个 德国纳粹时期的 一些思想家的研究 那我看到 那我自己看到的例子 就是说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教会 包括这个 那个 罗马的天主教教会 其实在 抵抗 在这个当时欧洲 这个抵抗法西斯运动当中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 那甚至有人认为说 其实他们是跟这个 这个当时的教宗 其实是跟这个 法西斯运动是有一些共谋 这些都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对一个 呃 有宗教信仰的人 或者是说我们从宗教角度 都去看待这些问题 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那我的这个开场白 我也觉得不要讲到太多 那我们就先请 这个 我们是不是就先请 召会法师来 就是说从这个 这个国教立场 或者是说从这个 不管是什么样的 这个宗教的立场 来跟我们大家来谈谈 这个宗教如何抵抗暴政 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就请那个 召会法师 先来跟我们大家谈谈 这个问题 好 谢谢主持人 萧老师 还有我们各位朋友 大家好 那么对于我而言呢 其实最近最大的冲击 并不是台海两岸的紧张 因为那个紧张是潜在的危险 可是我觉得在 整个心灵强大的冲击 其实是恶物战争 因为它是已经实体的 正在发生 而且非常的惨烈 那么在第一时呢 我当泽伦斯基 告诉全球的人 他不打算流亡 他婉拒了美国政府的好意 不打算流亡 他就是要留在基辅 跟全国军民 共同守住这片家园 他说我需要的是武器 而不是逃跑的车辆 就是那个给我内心 非常强大的冲击 因为我觉得他给我们台湾民众 带来很大的启发 所以后来我记得 我在脸书上也写了一段文字 我觉得 我从他身上看到最大的启发 就是当你因为有某种高度 而可以俯视死亡 可以拥抱痛苦的时候 你必将是无敌的勇者 所以我很钦佩泽伦斯基 以及他们的全国军民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正义感 那种视死如归的决心 让我非常的震撼 你们最近可以对照一下 俄罗斯 普京他要求大家全民 他征兵 要征兆30万人 你看大家跑的跑 骂的骂 抗议的抗议 走街头的走街头 甚至于还焚烧 征兆处 征兵处 或者是自焚 那是最惨烈的一些现象 其实你我看了 不会不动容 因为真的你会感觉到 这些俄罗斯的民众 也非常的孤苦跟无一 但是你相对的看到 当时的乌克兰 也是要求所有的男子 60岁以下的不能够离境 可是要求这些妇女跟小朋友尽量的离开 那种是整个全国把全国人民当作一体 要为乌克兰人留下未来的希望 但是眼前大家胜利一搏 所以我觉得那个冲击地我太大 那我就回顾一下我们自己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 这个我们是不是太卑微了 我们一天到晚讨论的都是 台海万一发生战争 美国真的会出兵吗 对 可是人家想的不是 人家想的是 我有没有足够的武器 我没有义务要我的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 要你们的子弟来送死 可是请你们给我一些武器 让我能够抵抗侵略者 我觉得这对我们台湾民众是很好的教育 当然我从我自己个人的心性去看问题就是 其实不管任何一个人是 或者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狂人一个国家 他作为侵略者 我们面对的不只是那个侵略者 我们真正面对的是我们的恐惧 那这也是在佛法中给我的提醒 就是我如何面对恐惧 他才是我真正最大的敌人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会担心 我们没有人会希望台海发生战争 因为我们作为凡夫的我们 谁不会怕死亡呢 谁不会怕疼痛呢 谁不会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种种不变 感觉到无助跟恐惧呢 但是我发现到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当你有了某种高度 你足以服事死亡 那你就会成为武器的勇者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生命的功课 我认为他们就变成是一些 即时视线的菩萨 让我更加的笃定 我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 台湾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而是即便我们真的不幸成为 但是我准备好了吗 那么即便周边国家都袖手旁观 我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 那么所以我回过头来 就跟大家分享 我从佛教的角度去看战争这件事情 因为各位我们都会每一个 这边也有牧师 对不对 很多教友 那么大家都会习惯从自己的圣典里面去看 那么可是很好笑的就是经常都会各说各话 每一个人都会从圣典里面摘出片段 来做不同的主张 比如说同志地体 对不对 那战争这就更不例外 因为我相信没有个宗教会勾割战争吧 极少例外吧 不会勾割战争 但是战争如果是被动发生在我们面前 我们该怎么应对 这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们的宗教都可以教导我们不要成为侵略者 不要施予苦难给其他的国家 但是一旦我们接受到了别的国家侵略的苦难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承受呢 那所以呢 我就在这段时间呢 就正好又碰到研讨会发表论文 我就把我的原来要打算发表的论文抽换 我就决定我自己在发表 现在我等一下会在荧幕上秀出来的论文 那跟大家分享我的从佛典之中得到的启发 那么首先呢 我是从长安寒经游行经里面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就是佛陀在当时的摩羯陀国的王瑟城 就是这边写罗岳城 那么正好碰到了这个摩羯陀国的阿瑟士王想要出征 想要侵略拔旗国这件事情 那么阿瑟士王因为他还蛮敬爱佛陀 所以他就叫他的与瑟大臣请教佛陀 他当然就有理由说拔旗国人 大家可以看得到画面吗 可以看得到画面吗 可以 他请教佛陀说 你看所以侵略者永远都有理由 就像普丁一样有一大堆的一箩筐的理由 让我们看起来简直目瞪口呆 认为乌克兰应该被侵略 所以你看他也是这样子讲的头头是道 那他说不审是尊何所借赐 我不晓得佛陀你有什么要给我的指教 那于是呢 这个后面的这个情节很有趣 就是当时呢 阿南是佛陀的一位弟子 他在佛陀后面直散三佛 因为没有电风扇嘛 印度你知道很热 他就在轻轻的三佛让佛陀空气比较凉爽一些 那佛陀呢 并没有直接去回答与瑟大臣 他反而回过头来跟阿南对话 他说你有没有听到 以下这以下就七种不退法 那他说你有没有听到 把齐国人塑香集会讲义正事 那阿南说有 我说如果能够这样的 若能而者掌幼和顺转更增胜 齐国久安无能勤损 这样的国家不会被侵略下来的 然后再来问第二个 就是如文把齐国人军臣和顺上下相近风 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 他说这个应该是这个国家没有问题 再来第三个不退法 如文把齐国人奉法小祭不为礼度否 第四个是如文把齐国人 孝氏父母尽顺使掌否 第五个是如文把齐国人 功于宗庙至尽鬼神否 第六个如文把齐国人 闺门真正洁净无会 至于戏孝言不及邪否 第七个如文把齐国人 宗室沙门尽持戒者 沾世护养 未尝卷谢卷否 好这以上 于是当回答完毕 他们之间师徒二人问答完毕以后 以色达神立刻说 他说彼国人民若行一法 由不可图 旷富俱七 就这个国家的人如果只要奉行一法 我们就不可以去想到要去征战他 征服他 更何况他们如果具足七个不退法呢 所以他说国事多顾 请辞还归 我国家国事务很繁重 我就跟您告辞了 于是就回去了 那你可以从这里看到 这个所谓的七个不退法的特质 那我们可以去做后面的四个归纳 第一个就是 作为一个国家国力不退 首先就要有上下跟横向的沟通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不退法 塑香集会讲义正式 就他们一定要有一些上下跟横向的沟通 所以我觉得政府跟民众之间 主管跟部署之间 平行单位的部会跟部会之间 局处跟局处之间 必须要有良好沟通 否则会陷入本位主义 那最好的沟通管道就是开会 那么再来比如说这边讲到的 奉法小记不为理度 孝氏父母尽顺师长 也就是在公共领域里面 要奉行法律重视礼节 在私领域里面要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形成互动良好和睦相处的社会气氛 这样上令下达向行下效 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那么于是你没有感觉到 我们台湾最大的危机就是这块吗 我们首先可能部会 或者是其他的局处间会非常本位 然后政党与政党之间非常的本位 沟通几乎都不是善意沟通 而是互相的辱骂 专门抓对方的丑陋的这一面 来个互相的爆料 于是彼此之间没有所谓不为理度 反正更粗暴的言语跟手段行为 都可以拿出来公然使用 那么这在公领域在私领域 其实都不是很好的风气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地方 那么再来就是身敬畏心 明德归后 其实佛教是并没有主张自尽鬼神的 也没有对于祭祀奉享有什么太大的评价 佛陀没有要求皈依诸神 主张祭祀无用论 修行要靠自己的努力 不是靠鬼神的庇护 既然这样 为什么佛陀还是把公于宗庙自尽鬼神 纳为国家常治久安的药像 我认为这就表示 这个国家是拥有宗教自由的 宗教没有受到政权的压制跟迫害的 还有就是民众如果有举头三尺 有神明的敬畏之心 就比较不敢欺骗天地鬼神 做出伤天害理的事 这就是曾子所说的 圣中追远明德归后 如果禁士祖先 在家禁士鬼神 会有这一类的自律精神 不需要经过绵密的国家监控跟严刑峻法 每个人心里就有一个 他自己个人的道德尺度 那再来的所谓的这个 闺门真正等等 主要就是节制情欲 让民风存福一些 那他的目的是干嘛呢 可以保护配偶 让家庭稳固 让儿女不会无一 个人跟家庭的悲剧可以减少 再来 离尽三门跟这个有德者 那三门是指修行人士 比如说 修士修女 或者是基督宗教里面有一些修道人 前面那个祭司的那是指祭司们 那这边的祭司是要奉享鬼神 但是沙门主要是修道者 所以这不只是指佛教的生理 是指各个宗教的修道者 都可以给予 给予他们一定的尊重 这表示政权允许个人在不危害社会与他人的前提下 追求心灵层面的超越境界 民众对这些修道者保持高度的尊重 乃至于提供生活方面的资助 所以我从这里得到的反思就是 首先宗教自由跟宗教效应是必须要考量在内的 海峡对岸的政权让我们宗教人士是难以接受的 其实就是这一部分 也就是基本上民众还并没有不尊重宗教专业人士 可是反而政权给予很大的压迫跟干预 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担心的 那么历代政权都喜欢神道社教来强化自己的统治 把这个宗教当作工具 可是这个在即便有这样的一个因素 他还知道宗教的重要 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其实海峡别岸 让我们最担心的其实对宗教自由的钳制跟压迫 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佛陀他绕过延迟工坊 他维持客观立场 他不是去回答宇舍 他反而是跟阿兰两个人去做对话 因为跟宇舍之间直接对话 就变成是鲜明立场的一种说服跟抗拒 那么反之佛陀就是用一种第三者的角度 去做客观的对话 让宇舍能够清楚 有时候纯剑舌枪不见的是更好的方式 客观去评价国力 客观包括软实力 所以这边就要讲到国力 国力并不是指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峡两岸 这个国力绝对不只是我们的飞弹 我们的导弹 我们的炮弹 我们的武器有多少 当然那个其实是要见之一 可是评价国力还包括了软实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软实力 在当时佛陀就已经提到这些软实力 那么今天这个软实力这个概念已经被提出来 比如说民众有心灵超越的言论跟行动自由 有这个自律的良好 在宗教薰陶下充分自律的良好品格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 维持良善社会风气 都是属于文化跟价值观方面的软实力 还有包括上下沟通 横向渠道的沟通 这些都是软实力 所以对于侵略者而言 他可以用各种理由发动战争 包括说他可能分化对方的内部民众 来扩大统一战线 乌克兰可能当时有一些恶意的乌克兰人 其实并没有被处理好 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受到歧视跟打压 乌克兰政府对于这些民族情绪也没有处理妥当 才会让俄罗斯有机可乘 相对来讲比如说新加坡他就比较谨慎 因为他在巨大的马来西亚旁边 他对马来人给予种种的优惠 谨小甚为 所以新加坡的马来人反而是认同他自己是新加坡人 他不会产生跟马来西亚的国家意识 反倒是以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 来产生他们的一种共同体的感觉 所以我从这里去看佛陀的言教身教 大致我们就可以理解佛陀怎么去看待 当然是反战 而且怎么去看待战争 可不会认为说战争有任何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然后他会有一些其他的面向 那么这个面向因为我也担心我一下讲就煞不住车 所以我现在应该把握在20分钟以内 把我要讲的很简单的先讲 也就这边有个例子 加来如果我讲不完我就停下来 等到后面讨论的时候可以继续下去 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就面对他祖国的存亡 并不只是其他的国家 你说刚才看到拔吉国面对 他面对拔吉国那是他是一个第三的客观公正人士 可是他面对了他的祖国的存亡 这就是在佛陀晚年的时候发生 那时候琉璃王灭除世家族 那灭除世家族佛陀做了什么 那么在这里面看到有个故事 就是佛陀他用肉身去挡火装势力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安门事件里面的 肉身挡坦克或者是菲律宾的民运 有些修女们以肉身挡在前面 在抗议人士前面 或者是缅甸的那些民运人士 你也可以看到那些僧侣 那些神父修女们站在前方 民众抗议民众的前方 那么他们的这个在远古的历史之中 佛陀就是这么做的 他当时在琉璃王大军要往他的祖国出发的时候 他在那个行军的道头找一个恶树 那个恶树就是指没有树印 在那边静静的坐着等 所以琉璃王他毕竟还是尊敬佛陀 所以他下来从车上下来向佛陀顶礼 然后问说有这么多好树 你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做在这个恶树下 那佛陀跟他讲 再往再亲礼印下乐 他敲击到了这个毗六利王的良知 他幻念想到 对了这个是佛陀的祖国 我等于是要毁灭佛陀的祖国 让他没有亲礼的依靠 所以他立刻说 世尊慈敏涉以国故而 所以他就立刻回来了 可是呢架不住 他有恶人在旁边 那些宁存在旁边 一而再再而三的锁弄他 于是他终于还是出征 到了第三次以后 佛陀总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复制 这种肉身燃煮武装势力 这种场合 这种场面 所以他后来就黯然的 看着他的发生 那么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说 佛陀当时用慈悲跟无畏的精神 所发散出来的那种非无力抗争的 那种无远弗戒的敲击力 精神的撞击力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从古到现在都有这种相关的 有这种相同精神特质的人 愿意站在军队坦克或镇报警察的最前段 来对抗对残酷战争或国家暴力 躺币挡车力往狂狼 力往狂狼 所以他不见得说百分百可以复制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是可以赞叹的 反战其实是要在战争的 发起者这一方去做 而不是总是躲在一个安逸的地方 看着人家在抵抗的时候 去告诉他我反战 那么这个是我在这边先给大家一个 一个小小的分享 那当然时间已经到了 我就不在这里一直不断的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就先停下来 谢谢 主持人 哈喽主持人 玉和老师你的那个麦克风 好我开了我开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我们先谢谢赵惠法师 其实法师你只讲了15分钟左右 真的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对 因为我们大概7点10分15分才是10几分才开始 对啊对啊对啊 了解了解了 没关系啊我们那个最后的讨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请法师再跟我说一些补充 法社很客气 另外我要提醒 我们今天在参加的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想到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可以先写在聊天栏里面 如果你觉得开口讲话 或者是开镜头之类的 非常的麻烦 也不太方便的话 那有什么这样的想法 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一起讨论的话 也是可以先把一些想法 或者是问题都写在聊天栏 你们希望我们今天的不单纯 只是说好像有人讲有人听这样 是一个有互动 然后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讨论的 一个小小的论坛这样子 好那如果那个 我们就接下来 我们就请文山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想法 好文山老师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个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我的宿舍 就是正面迎接阳光 所以我的整个房间 我已经把窗帘拉起来 但是非常的暗 那所以我也 我也就是有准备PPT 就待会就是 我会把我的荧幕关起来 然后请那个 汪汪帮我们协助 就是帮我播放我的PPT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就不浪费时间 我们就先开始了 汪汪你可以 对谢谢 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 是八月的天空很西藏 我必须说就是 就是 我就是看到大赖喇嘛的 这个生平的故事 被拍成电影以后 受到非常大的震撼 特别是他在那个跟中国的政权 在那个周旋的过程里面 他一直想要保护他的子民 那但是那个就却又这个挣扎在 就是战争即将爆发 他的很多的生兵 很多的西藏的人民起来抗暴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 他怎么样去做出一个抉择 那那个情形让我回想起 我当时2019年在香港的时候的 那样的一个处境 那所以其实看完以后 就是非常的震撼 那当然也是因为 乌尔战争的开打 还有就是台湾 现在也面临就是中国的这种 不断的这个军演 就常规划军演带来的威胁 那最近就是前美国总统川普 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 要开打 然后开打的地区很可能 就是因为乌克兰跟台湾 这两个地区就是变成是 可能是导火线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包括 这个台湾的一些企业家 就捐款说要开始训练那个民兵 那好像我们已经开始 面对到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的这个战略位置 它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旁边 然后就是它无可避免的 就会变成是一个就是一个交战的前线 那它该怎么样子面对它自己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位置 那我觉得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台湾人民 开始逐渐的意识到就是说 可能就是备战是必须的 然后甚至就是在台湾追寻它的这个自身的安全 跟自觉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武力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佛教或者是基督教 那然后但它也在这个过程里头去从一个 因为宗教原因而发动的战争到它怎么样子去思考 就是对于这样子的一种武力使用的一种限制 还有它的一个伦理的规范 那之后我才会讲说这个伦理的规范里面 我们怎么去进行思考 就是彻底的和平主义是不是可行的 那然后之后我再想谈到就是说 就是非暴力抗争的可能性跟局限 然后正义战争的基督教宗教传统与信仰反思 那最后我想谈一下宗教对民主人权跟和平的贡献 再下一页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早期的社会里头 我们看宗教的历史里头 不管是佛教或基督教里头 你都会发现僧人从事武力抗争 是常见的事情 就是在西方的历史里面有十字军东征 那但是无论是在中国或者是在西藏 我们都会看到有僧人参与战事 从事武力抗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这似乎就凸显了一件事情 就是宗教通常都在讲说神爱世人 或者是佛教讲的不杀 可是却同时采取了某一种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似乎就呈现出我们的一个宗教在面对人类的一个终极处境上面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似乎发现我们的宗教信念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他总是会遇到某一些非常吊诡的处境 有的时候使用武力去制止杀戮变成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好那再下一页 好那但是使用武力那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其实在西方的哲学思想里面也一直都是有的 那那个早期是军权神兽到后来的时候 就是特别是近代国家的组成的时候 通常都使用了社会企业理论 那社会企业理论里面就讲到了就是无论是霍布斯洛克 或者是Baccalia或者是Martha Nussbaum 他们都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的早期的过程里面 都是建基在个别的一个所谓的自然人 他把他的一部分的这个权力让渡出来 然后形成政府 那这样一个政府形成之后 他其实本身就具有一种武力 他就会使用一种强制力 那这个强制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外 对外就是当别的国家 别的政治实体对你进行侵略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战争这样的方式去抵御去抵抗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对内 就当有人违法犯纪的时候 就政府可以对内就是形成他的一个管理的政权 就是像警察他就可以执法 那因此警察在遇到有人 譬如说像是恐怖攻击 或者是这个谋杀的时候 警察可以使用武力 把这个对他人的生命造成威胁的人当场击毙 如果这个人不肯放下他的这个武器的话 那他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是跟那个对外的一个宣战 战争的行为其实都是相关的 他不是一个割裂的状况 他是一个连在一起的一个国家使用武力的一个 对内对外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情形 所以彻底的和平主义 当他讲说就是绝对不可以使用武力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问他说 那他怎么理解警察执法的这件事情 那很少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认为不可以有警察 那就像不可以有军队一样 那所以其实像洛克他就曾经对战争这个词 就是去下定义的时候 他就认为国家对人民使用死刑 其实就是一种战争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包括在国际的一些人权公约里头 或者是就是在这个讨论到正义战争传统里面 他其实很难对战争这个词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 那就是因为在过去的思想史上面 包括洛克他就认为国家对于人民使用死刑 是一种国家对人民的宣战 那人民就因此就拥有一个抵抗权 那还有的就是会认为譬如说内战 我们通常现在理解战争的时候都认为是一个政治实体 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去宣战 这是从一个国际关系的角度去谈 那可是国家是不是也可以对非政治的实体宣战 比如说这个921恐怖攻击的时候 对于恐怖的这种组织你是不是可以去宣战 还有就是国家可不可以对于内部的某一些的这个游击队 比如说这个内战 然后那他是不是也会被理解成为是一种战争呢 那或者是说当我们去思考战争的这样一种 一种mentality的时候 你没有真正使用武力 但是你有一种长期的敌对的状况 你可以使用除了就是肢体的暴力 具有伤害性的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去攻击他人身体之外 你是不是可以透过资讯啦 你是不是可以透过心理啦 那这种方式去产生一种毁灭对方的效果 资讯战啦或者是心理战啦 那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包括到底什么叫做战争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异战传统里面 都会变成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好再下一页 好那所以当我们再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正义战争的传统里面就开始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不是去谈有没有什么一种武力跟非武力之间的关系 而是进一步去思考就是说到底什么使得使用武力是成为合法或具有正当性 可能会比去定义到底什么是战争会来的有效 那所以当然我们就会进一步去思考说一件事情是合法的 它是不是就具有正当性 那然后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他有合法性 但是他没有正当性 比如说就是以前在台湾的那个刑法100条 他有合法性但没有正当性 或者是说他没有合法性但他有正当性 当人民抵抗暴政的时候 按照国家的法律看他是没有合法性 但他确实就有正当性 那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了 你现在看到普丁他就是强迫乌克兰境内的顿巴斯的地区的人民去进行公投 然后宣布他就是从此成为俄罗斯的领土的一部分 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些侵略别人的国家的人 然后这些所谓的暴政 你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就是放手就是蛮横的去霸占别人的土地 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这个形式上面 他总是想要取得某一种所谓的正当性 就是他有合法性但他没有正当性 但他尝试透过他的合法性去取得他的正当性 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匪夷所思了 好那但是人民人民看起来好像没有合法没有没有这种这种公投 但他们私底下去进行抵抗的时候 但他却具得具有了所谓的道德的正当性 好再往下 好那所以你如果透过就是到底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正当的去思考的话 你就可以清楚的就是比战争跟和平这样模糊的概念 更清楚的去区分所谓的这种力 他到底是暴力还是武力 那你会进一步去问就是说 当某人展现出某一种力的时候 某种force的时候 他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去做或不做什么事情 好那你你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哎你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去说 凡是使用武力的通通都是不对的 好你会发现就是这个通常使用武力 他的背后已经有一个体制的结构在那个地方 然后甚至很可能他牵涉到一种文化的这种霸权或偏见 然后到最后才会具体的在一个个人的身上产生 好那所以所以就是不变是非 就是不问是不是正义的情况底下 只是就利的这件事情 谁使用了利这件事情去谈论这件事情的 谈论他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那其实是是有一定的这个错误在的 那就好像变成是你那个即便是抵抗暴政都变成是不对的事情了 好那所以那无论是在基督教的传统或者是在儒家的传统里面 都不认为这样做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包括儒家都说什么 为文文诸一夫咒 为文弑君义 就是说当这个政府或这个政权 就是他不符合所谓的上天的旨意 他不符合真理 他就是他是一个暴政的时候 那他其实就他的整个执政的这个所谓的合法性 就完全丧失了他的正当性 那人民就有权力进行这个抵抗 好那所以再往下 好那所以我想要讲就是说这个 当然你要去 当然这种事情不是一刀切的 你很难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政权 他是暴政到他并不是他具有一个正当性 这中间好像是你可以用一条线直接去切割他 这种事情是很难的 那就是即便是在一个所谓的 有合法性也有正当性的政府的施政里头 他也很可能有一些做法 他是侵犯了人民的这个权利的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当然可以进行这个抗争 那当时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在你还有合法的途径 可以去伸张你的权利的情况 你在从事社会抗争的时候 你应该尽可能的以非暴力的方式去进行抗争 那当然就是非暴力抗争的运动里头 其实有两种不同的一个论述策略 是试图去说服民众 就是你在进行抗争的时候 你尽量使用非暴力抗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非暴力抗争 其实是可以比起暴力抗争 还能够就是促使政府去改变他的一个政令 或正高 那所以他的成功几率 就是被统计的一个结果 就是认为是暴力抗争的两倍 如果你采用非暴力抗争 那你成功的几率是 比起使用暴力抗争的方式 还要高很多 就是几乎是两倍之多 那然后呢 那他们统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里头 虽然就是他认为是 是比这个暴力运动 还能够有更高的几率 那这更高的几率是3.5% 就是一定他是会成功的 但是仍然有47% 他的一个概率是失败的 就是没有得到足够的 就是非暴力抗争 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力量 没有得到社会的这种公民的支持的时候 那他其实就很难去瓦解政府的这个统治根基 然后在他进一步受到更大的一个压力 去打压的时候 他能够保持他的韧性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 就是没有一种 不管你是暴力抗争 做社会运动 你采取的是暴力抗争 或者是暴力抗争 就没有一种万灵单 他单一来讲 他必须 他是不是有效 他必须要放回他的一个社会处境跟脉络里头 去思考其他更多的一些配套的条件 好 那所以其实有一些人就会认为 譬如说在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他就会认为他可以就是双管齐向 他就是兄弟奔山 就是主张合理非非的 你可以用合理非非的方式去进行抗争 那你认为是勇武派的 那你就是可以使用这个勇武抗争的方式去做 好 那再往下 那接下来我就想要谈这件事情了 就是在正义战争这件事情 是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就是对和平主义来讲 就是好像认为战争就是使用武力 武力就是一件坏的事情 所以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正义的 但其实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就是说 这个战争根本不可以讲伦理 战争本身就是血淋淋的事实 就是赤裸裸的杀戮 你就不可能在那个地方慢条斯理的还讲说 我应该遵守哪些伦理原则来进行杀戮 那所以一旦开战 那就只有一条道路 那就是要往赢的方向走 那这两种想法都感觉好像是走向两个极端 那正义战争其实是当中的一种第三条路 那但是在历史上面其实讨论的非常的热烈 那我首先要讲就是说 其实在基督教的信仰传统里面 有人是主张现实主义的 也有人是主张和平主义的 但是也有就是正义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尝试 要从理想就信仰的理想是和平主义 但它的现实经常是非常残酷的 那你作为一个宗教徒 你怎么在这个理想现实之间去摸索出一条伦理的道路出来 在关于战争这件事情上面去对战争行为进行规范 那就变成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首先我们就来先看看现实主义 在圣经的经文中可以找到哪些依据 你看生命记的20章的10到18节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文 就是上帝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那他就告诉他们说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 要先战争之前 你要先对城里面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 他们如果愿意和睦回答你 帮你开城 那你就要和睦的对待他 你不可以进入城里面以后就滥杀无辜 然后掠烧杀 但是如果这个城里面的人不肯跟你和好 要跟你打仗 那你就可以围困他的城 那耶和华上帝就会把这个城交在你的手中 因为开战了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用刀杀进这城里面的男丁 那只杀男人 你注意到现在在这里面他已经进行了某种区隔 只杀男人不杀妇女孩子身处 还有城里面其他的财物 那这些人就是命都可以留下来 但是你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 所以这凸显了一件事情 就是战争总是为了某些的利益 然后但是当你从事战争行为的时候 你不可能就是杀光所有人 你不可能屠城 你总要你为了你的利益 你总要进行某一种的区隔 那这是一种 那这个是专门是运用在 那还有另外就是在罗马书里面 在罗马书里面你也会发现有这样子的经文 就是在讲到就是说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 原因是因为就是那个伸冤在主 那甚至他会教导你说你的仇敌 如果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 你就给他喝 你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以善胜恶 那所以在基督教过去的传统里面 有一些小派 他其实是像譬如说门诺会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 他其实就是被在宗教迫害的时候 被这个被杀到 简直是就是逃无可逃的时候 他仍然依照他对信仰的理解坚持 就宁可自己被杀 他都不要鼓励抗暴 那的确也是出现了这样子的一类 那在门诺会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就发展出 各式各样的一种方式 是去追求和平的 譬如说像Restorical Justice 其实就是跟门诺会的这样的一种 解决冲突跟争端的一个文化传统 有很密切的关系 再下一眼 好 那但是 就是有一种 就是宁可自己命都不要了 但绝对不愿意使用武力的 那 但也有一些人是非常赤裸裸的现实主义 这些都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正义战争传统其实就是 尝试在这二者当中就是去进行折冲 就是战争是非常丑恶的 没有 战争一旦发动了 没有任何人不会被卷入 没有任何人不会被牺牲 好 那 那所以 就是与其放任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则去规范它 倒不如 你 你 形成一些伦理规则的规范 去规范在这个战争当中 的这种敌对行为 好 那所以 所以这个 在这个正义战争的一个论述里头 经常其实就会诉诸一些 道德的一个建构 去说明说 即便在战争的过程里面 说道德 要求遵守道德 规范都是应该的 那他怎么样子去建构这样的一种论述呢 都已经开战了 都已经把对方当成是你的敌人 就是以杀掉他 来作为你存活的要件的时候 你如何还可以要求一个人去 要遵守道德 那他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讲的 其实他有几个论述的一个策略 一个策略就是说 好 就是在道德上可允许的事情 范围其实是很多的 自卫杀人 其实就是被允许的 那 而且就是 在基督教伦理里头 就是像耶稣所讲的 就是说 你要以善圣恶啊 然后人家打你的右脸 你要把左脸转过去打啊 这些并不是所谓基督徒都必须做的义务 好 都都只是针对啊 就是他讲的是谋杀啊 他并不是在讲的是所有的杀戮行为啊 那所以有些人在讲到死刑 或者讲到所谓的异战的时候就认为他是一种例外 那你会发现在伦理学里面没有所谓的绝对主义啦 真正的绝对主义都会让我们觉得听起来 是以一种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的 譬如说像康德 他就是伦理学里面的所谓的绝对主义者 他就认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撒谎 可是当一个 譬如说当一个这个人被黑道追杀 然后逃到你家里面寻求你的这个帮忙 然后你告诉他说你好你就藏到我的我的卧室去躲在床下 然后当就是当那个黑道来到你家门口敲门 然后问你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逃到 往你家这个方向逃过来的时候 你我们任何人的常常常常识到的常识都会说 你你就你就告诉他说有 但他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对吗 那可是康德就会说不可以 你在这种情况底下也不可以说谎 你说谎骗了这一个黑道 你就是把这黑道当成工具 那康德就认为说真正有道德的人应该这样做 你就对黑道说对那人现在就藏在我卧室里在我的床下 不过我告诉你你不可以杀他 这就是康德的这样的一个绝对主义的高道德标准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那所以当他讲出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一个例子 犯例的时候 那其实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 我又不是笨蛋 我根本杀不过这个黑道 到时候就变成是我们俩 本来黑道只杀一个人 现在是连我都杀了 那所以你会发现 伦理学里面的原则它总是有例外的 所以是绝对的和平主义是很难建立 就是立得住脚的 那接下来的问题更其实更严重 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的人生的处境里面 我们会发现我们同时具有这个伦理的这个义务的冲突 就是我同时有多种义务 那当然一个义务就是不可以杀人 但另外一个义务就会譬如说 如果这个人正想要杀害另外一个人 我就富有要保护那个人生命的义务 那于是我就处在两个相冲突的义务当中 那我到底该怎么去做 这就变成是考验我们的道德 实践智慧的一件事情 那不但是这样子 不但是有义务冲突 那有的时候的情形还非常的吊诡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的时候 必须以杀指杀 他不但是义务冲突 他还把你逼到一个现实的处境里头是 你非触犯某一些道德的诫命 才可以拯救一些人的生命 那911恐怖攻击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911恐怖攻击的时候就是恐怖分子是开着飞机 就是撞向双子星大楼 那还有就是其他美国重要的设施 比如说五角大厦 那上面绑架的全部都是无辜的人 那美国政府在那个时候就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决定 他到底要不要发射飞弹把这个飞机炸掉 在一个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情况底下 就是把这个飞机炸掉 上面有没有无辜的人 但是他为了保护其他的无辜的人 他必须杀戮 好那那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 这变成是变成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道德抉择了 这是一个伦理的吊诡 好那而且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认为正义战争是有道理的 还会进一步去讲说 而且你要知道 就是说这个行为者当他在选择他要做哪件事情 他是道德上可允许的 必须做的义务而于善行 然后他是不是处在一个例外处境里头 他这例外处境严重到什么程度 是纯粹只是一个道德义务的冲突呢 还是已经进入到一个 就是那个伦理的吊诡了 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清楚 你是在个人的层次讲这件事情 还是你在国家的层次讲这件事情 因为个人的层次里头 我们并不对别人富有保护义务 可是国家的成立 他却有他的一个职责 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讲的 就是社会契约理论里面说 国家对他的人民富有保护义务 所以当别的国家来侵犯的时候 这个国家应当抵抗 国家对人民富有保护义务 所以这个人民被流氓 抢夺财产 甚至做性命威胁的时候 警察必须开枪 那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在建构正义战争理论 它是站得住脚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最后一件事情 我其实就是要讲 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行为 它都会产生一定的效应 然后就是那个伦理处境的复杂 已经到了一个情形里面 我们很可能不会有所谓的 就是纯粹善的选择 我们剩下的选择通通都是恶的 只是恶的坏多一点点 还是恶的少一点点 所以就好像政治 我们通常都在讲 它是一个必要之恶 但是那战争也可能 就会变成这样 它变成是一个必要之恶 好那就是透过这些 非常细致的讨论跟分析 所以在教会传统里头 其实就是有在现实主义 跟和平主义之外 就主张有所谓的正义战争传统 而且你觉得这个正义战争传统 很silly就是很笨 就是谁会在打仗的时候 愿意把自己绑手绑脚的 不愿意就是穷尽一切求胜的手段 但你会发现在战争历史里头 绝大多数交战的国家 都遵守某些伦理原则 这件事情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匪夷 但却是事实的一件事情 好那再下一页 好那这件事情匪夷所思到 甚至有些伦理学家就说 你注意几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头 就包括佛教的传统 基督教的传统 儒家的传统 其实都有讲到就是说 你要如何正正当当的打一场仗 那他一方面牵涉到的是武德 武德 军人 就是有武装训练的这样的人 他要有所谓的武德 那然后而且就是不够就像我刚刚举例 旧约圣经里面那个例子 就进行对你攻击的对象进行区别 进行区隔 你不杀女人小孩 你只攻击男人或者是攻击武装的战士 这些你几乎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面都会看到 那所以就是有一些伦理学家 甚至认为就是说这是交战双方的共猛 就是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是有共识的 那因此在天主教会里头 特别他就是在范儿大共会议里面的时候 他就会说战争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从人类有史以来就有战争 那这个其实就是战争危机是存在的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去限制他 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国家有合法的自卫权利 那我们应该鼓励使用和平调节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但是你不能够排斥正义战争有可能存在的情形 因为国家有抗拒袭击的责任 好那所以 所以就是在天主教会的讨论里头 他甚至就是讲说 我们在讲到一个彻底的和平主义 是绝对不能使用武力的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问他说 你一方面说这个不可以为恶所证 要以善圣恶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 那你怎么解释 圣经里面说在上掌权都是神所设立的 那就是他们可以佩戴刀剑惩罚作恶的人 你怎么佩戴刀剑惩罚作恶的人 如果你不使用武力你如何可能 这是罗马书十三章四节的 好那再下一页 好我还有多少时间 玉和我还有多少时间 大概大概大概五分钟五分钟十分钟 应该是都可以 对啊 我是超过了是不是 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表定大概大概八点十分到十五分 所以差不多 好 那那我就这个我就再详细的解释一下 这个异战传统呢 他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的这个阶段了 就是说他会他会把既然战争都是基本上是恶的 好就像法师说的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那么早古老的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凭暴力去侵占别人的东西既然而且我们认识到战争是一件恶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要去仔细的去思考他要怎么样的去进行规范所以原则上一战传统他基本上分成几个层次哈第一个层次就是进入战争的阶段哈你你你他会要求你这个战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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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一定要有这个统治的正当性你不是随便的什么阿猫阿狗哈就可以宣战哈你不是哪个在前线打仗的将军你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哈你要有统治的正当性然后而且呃你要有这个正当理由就是譬如说对手他一定是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所以你必须透过一个方式去纠正那那因此就是他有正当的理由哈那也就是说而且你这个动机是要纯正的 所以出于什么动机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想清楚哈然后你有没有一个正当的法定程序去做出这个决定哈那你你的这个透过战争想要带来正义这件事情你的手段跟目的之间有没有上相关性哈你是不是真的是穷尽了其他的一切的手段哈那然后呢你的这个使用的武器有没有所谓的比例原则哈那那个你的成功几率到底有多少好我我我这里面讲的东西 都非常的复杂哈那因为有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讲成功几率绝大多数的人现在都不喜欢讨论成功几率有多少这件事情但成功几率有多少这件事情正是正是呃正义战争传统里头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一个负责任的决定你你就打不赢的时候你知道你你知道对方的确是做了一件错误但你打不赢他然后你你接下来 要使用的一种攻击方式会会带来所有人毁灭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普丁不是威胁说他要发动核战争吗啊那然后你会发现美国当然他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有几种战争策略的选择他可以他也可以在俄国攻击了这个核电厂或其他的这种会引起核和扩散的这种呃地区 或者是呃发动了这个核武之后他也美国也可以反制他但这件事情就是哦我们大家来拼个那个玉石剧本死光光全世界都死光光好那所以美国就会认为你你你当然可以是他先打的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异战传统就会要求你把这件事把这个使用终极武器这件事情就rule out好就是所以美国现在最就是新闻媒体 揭露的就是说他最可能采取采取的方式不是做这件事情他采取的方式就会变成是潘国华就待会玉和老师讲的就是斩首就是这一个政府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跟正当性然后他进入到一种疯狂杀人机器的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可以采取这样子的一种呃攻击暗杀行动好但是但是当然很多的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暗杀行动也是有一些条件的你要限制他好那另外就是 就是你在战争进行阶段你所使用的武器你如果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炸医院炸学校那这件事情就是错误的你就算是有正当理由开战你使用手段是错误的也是错误的还有就是你是不是使用最小暴力原则你不要拿你不要就是伤及非常多人你能不能做精准打击我们最近听那个恶务战争的时候 一直听到什么精准打击精准打击为什么在战争的时候啊他就是你的敌国你为什么还要精准打击呢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涉及到正义战争的一个限制的要件再下一页 好然后在正义战争的前面我们介绍的东西那真的是在这个从中世纪Saint Thomas Aquinas或者是这个Saint Augustine以来就一直不停的在讨论 但后面我要介绍的东西其实是有一战伦理就是近期比较多讨论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就是就是战争结束以后他有没有你要结束战争 你有没有一些伦理原则去规范你在什么情况底下可以结束战争然后那你结束战争胜的那一方对待输的那一方你怎么样对待他们的人民就是从军的军人 那个做出战争决定的政客跟一般的人民你需不需要进行差别性的对待然后还有你已经是打赢的一方你可不可以进行爆破你可不可以就是所要非常高额以至于这个国家会因而破产的这个赔偿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他会要求一个战营的国家对输的国家 比如说像是二战以后的德国他都必须要按照人权的一个要求对他们人民的公开权利进行一种恢复甚至你有责任要去协助他不让这些人民在战后饿死或冻死 那那之后还有就是另外就是Juice at Ving那这个是那个现在的一个伦理学者Michael Walser他提出来的他就是说你会发现911战争的时候美国是宣战了美国受到攻击美国就宣战了可是恐怖分子他没有成立一个国家啊 所以如果你把战争就局限在是国家跟国家的全面开打的时候那你就没办法解释这件事情你没办法把这个一战理论的一个要求运用在就是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上面所以他就提出这个概念就是认为我们必须把这个武装冲突也纳入一战传统的一个思考里头小规模的武装冲突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搞到大战 那然后所以因此就是说但是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也应该遵守就是战争伦理譬如说Juice at Ving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样子你所使用的小规模的武器他会不会就是进入到一个不断的升级然后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形你会发现美国的反恐战争还有联合国把就是就是军警就是执法人员他明明就是执法人员 但还是必须要限制他的武力他必须要遵守一些国际人权准则也都放在这个脉络里面去讨论那最后还有就是战争前的一个准备Juice at Ving 就是你在开战之前你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你在整军背舞的时候你到底如何进行训练那然后你怎么进行你的武器的购买然后这个人员的配置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去考虑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后面这三个部分其实是更为精彩的 是比前面的两个部分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前的部分还要精彩的东西再往后 那因为我的时间不是很够再往下 好我想要提出一个方式是尝试结合在宗教传统里面采取不同位置跟立场的人的就是他们在过去的讨论里面所做出的贡献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战争的确是一件二的事情你不可能你不可能无视这么多人的伤亡其中很多甚至是无辜者那但是认为战争里面没有所谓的异战那没有所谓的伦理可言其实是把整块整个这样子的暴力就是拱手让给就是别人那因此我们还是必须要去思考 就是怎么样子可以去调和就是非暴力抗争跟战争这两件事情的一个相互的配合 那我就会觉得说你要注意看就是当一个国家他可以用他可以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宣战 那通常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对他自己的人民已经开始进行了某种洗脑教育 他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不遵守法律的暴君那而且这里面的这个国家里面的一部分一大部分的人民是盲目追随暴君的 所以他不会完全没有他的这个道德责任或政治责任 那因此我们应该一方面鼓励所谓基督教里面的和平主义者 你要有本事像门诺会一样就是你采取和平你彻底的和平主义 人家就杀了你你都不愿意抵抗的那你要有本事 去发明各式各样可以维系和平的一些策略跟做法出来 好那然后对异战传统的人那我们就会希望他们把他们的理论做得更细致 那至于讲现实主义者那好像现实主义者都不会讲伦理 其实不是的现实主义者也会进入到某种就是对于所谓的合理利益的计算 那我们可以透过某种方式去顾及交战双方 交战双方都是因为利益冲突而导致的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去想你如何把这个利益进行一个比较正确的分配或协商 那都是有助于和平的维系的那我就先讲到这边 好那个谢谢文山老师提供的一些想法 那我想刚刚那个 那个赵慧法师跟那个文山老师 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别是这个战争的问题 那赵慧老师那个赵慧法师提的部分比较是说 我们应该去问的是说这个国家它的一个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 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好的国家 一个良善的国家存在意义的存在的价值的话 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去问到底这个发动战争 或者是说暴政这件事情是不是 从一开始它就是没有正当性的 无论说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 像那个法师刚刚对这个欺不退法的这个一些阐述 那特别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就是说在 那个这个提到那个刚刚法师有一句话 刚刚那个赵慧法师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蛮感动的 就是说他说如果你因为某种高度而能够俯视死亡 可以拥抱痛苦的时候那必将是无敌的勇者 我想这是一个出于一个特别是出于一个宗教关怀 在看待这个人间的苦难的时候 这种这种一个态度 那文山老师这边比较是谈的是说 这个西方特别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这种 所谓的异战 也就是说这种正义战争的这种论述 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发动战争 那这战争手段的使用以及这个限制 那其实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异战传统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宗教的传统一直都是一支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的一个资源 或者是说会特别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对于就像刚刚文山老师所说的 如果今天战争这件事情 如果这个人间的苦难 他必定是某种程度上是没有办法消解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更小的恶 如何在一个更少的这个恶的状况之下去限制他 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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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让他的伤害不要这么的大 这是一个非常 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现实 但是也非常具有这个伦理性的一个思考 不只是说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议题 那我今天跟大家 我刚刚一开始有说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的人 那其实来今天这个文山老师找我来 来来来与谈这个题目 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惶恐 但是我想刚好就是说 这因为我自己没有宗教立场 那所以我在看待这些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一种宗教和抵抗暴政议题的时候 然后也许我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要跟各位朋友分享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二战时期的一个德国的这个神学家 那同时也是一个牧师这个Ben Havert 就是说台湾大概翻成是潘霍华 那那个那个那个中国那边应该是翻中国应该是 中国应该是中国应该是可能是翻成 红 是翻成这个 看一下 这个 电脑怎么突然间上街 那个彭霍费尔 对 那我觉得我自己从之一过去我就已经是对 因为刚刚有提到刚刚在一开场的时候 其实我也提到说我个人的兴趣 我对于这个纳粹 纳粹时期的这个 其实政治思想或是社会史 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关注的 那我自己个人的研究 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家 这个汉纳俄兰 这个大家应该也是耳熟能详 就是汉纳俄兰对于就是说 在这个纳粹执政时代的这个 你要怎么样去反抗 那你的服从在什么样 你的服从有可能是一个恶 包括后来对于这个 这个爱希曼审判 爱希曼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说 专门运送犹太人到这个集中营的 负责这张工作的这样的人 他们到底为什么 就是说会 会觉得好 没有 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任何的 这个罪恶这样的状况 其他有很多的反思 那因为这个 那要人的关系 那我也注意到就是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主题 这个Ben Hofer的一些 关于这个抵抗 以及这个 如何抵抗暴政的一些 这个 这个想法 那 这个意义当然是说 处于一个纳粹的时代 要怎么样去 特别是 作为一个牧师 那其实这个 潘霍华 就是说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google他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个 跟跟着他的名字 一起出现的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 与上帝密谋 刺杀希特勒 就是说 刺杀希特勒这件事情 当然只是一个行为 这个 这是一个行为 但是前面那句话 与上帝密谋 刺杀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 一个说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即使你不是教徒 你也会知道说 那个 上帝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 赌物杀 不要去 这个杀人这件事情 是一个 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 在基督教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戒律 那 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你就可以跟 甚至是说 跟上帝密谋 刺杀希特勒 这个当时在 对 在我的心中 就 就 有很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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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 或者是说 这个想法 想好奇 这个Ben Hofer 是怎么样去谈论 这个问题 对 那 当时那个 因为Ben Hofer 因为参与 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所以他就被 这个 李所当然 他就被关起来 被这个泰式 带不入狱 那那时候 他就被问到说 为什么你一个牧师 要去密谋 做这个 所谓的 这个杀人的行动 看起来跟你的 这个宗教的教义 跟基督教的教义 是不符合的行为 Ben Hofer 有个回答 也是非常有意思 他说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你看到一个罪汉 他在这个 喧闹的大街上面 开着车 四处乱撞 那 我作为牧师 这个Ben Hofer 他自己作为牧师 他不能够满足于说 我就是 埋葬死者 然后替他们举行 追尸礼拜 我应该要做什么 我应该要奋不顾身的 上前去制止 事态的 继续恶化 要去把这个罪汉 从驾驶座里面 拉出来 就是说 我不能够 比如说 只满足于说 就是事后 做一些事情 我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 在那当下 我能够做什么 所以这个意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非常经典的意象 就是说 你要如何阻挡 这个巨轮 这个轮子 这个车子的轮子也好 或者是说 这个暴震的巨轮 他的继续前进 那其实刚刚 召会法师 跟这个 这个文山老师 其实都在 他们的这个讨论里面 其实呢 都有提到 所谓的 国家的责任 或者是说 国家的义务 那因为 我也突然就想到 说这个文化 当时在 应该是差不多 1932年 1933年 因为那时候 其实纳粹 已经开始 有一些 就是说 暴力的行为 然后也开始 就是说 提出他们一些 反犹太人的一些 反犹 的一些主张 那 那个文化 在一个 在一个讲道 在一个讲道里面 那个题目是 教会 怎么样看待 犹太问题 教会看待 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 有趣的想法 他说 在三种状况之下 教会是会 有可能 跟国家 处于一个 对立面 就是说 教会在 这种三种状况之下 他是有可能 会让自己 跟国家对立 就是说 第一个 教会会去问 你国家的行为 是不是有 负人民 所托 这就像 刚刚文山老师 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说 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 建立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建立 他的责任 他的义务 到底在哪里 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什么状况之下 教会可能会跟国家 发生对立 就是说 教会对于 不 即使是不属于基督徒的 这一些弱势的人 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 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怀抱 他还把他们一视同仁的 这样的责任 当教会自己认为 有这样的责任 这个苦难 受苦的 这个弱者 当作是他的责任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国家就可能会跟教会 发生对立 然后第三个 也就是刚刚我在这个 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说 就是说 在 就是说 那个 那个阻挡 那个 那个 罪汉驾车 继续 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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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乱撞的 这个情境当中 就是说 教会在 什么时候会 跟 第三种状况 教会在第三种状况之下 他可能会跟国家 发生冲突 就是说 如果今天教会 他要去拯救那些 陷于 沦下的 牺牲者 的 那个 这些弱者的时候 当教会去做这个事情 去阻止 这个 失控的机器 人操纵的 这个机器 而失控的 这个状况 的时候 教会就会跟 教会就会跟国家 发生冲突 特别是在第三种状况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 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 他的正当性 他已经失去了 他当初存在 成立 然后 定定法律 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建立一个秩序 可以让这个 共同体面的所有人 都可以 以这个 安心的 这个就业也好 或者是说 生活也好的 这个秩序的功能 在这种 当 简单的说 如果你这个国家 仿佛变成了一个 一个 罪汉所操纵的 一个汽车 在这种失控的状况 国家基本上是没有正当性 那在这个时候 教会不能够觉得说 这个东西都不干闻事 反而就是说 这些东西是 教会跟国家 其实是会发生冲突 那第二个部分 我想要谈的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 我在阅读 伯哈佛过程当中 让我感受 非常深的一点 就是说 即使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也感受 非常深的一点 就是说 他谈到了 你作为一个 追随基督 面对 追随基督 然后这个 耶稣的门徒 你在面对 暴政的时候 你有 你的抵抗义务 你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抵抗义务 因为 在这个 伯哈佛一本书 叫做这个 追随基督 那这里面就是 谈说 到底做一个 追随基督 做耶稣的门徒 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里面这个说法 我觉得是 让我非常的 感动也好 或者说 让我非常的 有起发心 他说 这个上帝 藉由这个基督 赐予这个世界 神圣的爱 而上帝 是为了这个爱 而受苦 这样的受苦 是没有荣耀 那十字架 这是一个基督 基督教的象征 可是十字架 这个 对哈佛来说 这是一个 上帝彻底 遭到蔑视 与修辱的地方 而基督徒 是为了这个东西 而受到蒙招 这是蒙招 就变成了基督 在这个世界上 受苦的见证 所以基督的作为一个 这个追随者 他也就是必须要用 像是受苦般的方式 去面对这个世界的 这个暴虐 以及不义 甚至愿意以赴死的方式 去参与基督受苦的经历 然后仿效这个基督 分担世界 这个世界的苦难 我觉得在这个 他这些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 对我非常有启发一点 就是说 在伯拉伯看来 就是说 这个上帝 他并不是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好像觉得 这是一个很强 很强势 很刚强的一个 一个象征 或者是说 一个精神上面的主宰 其实 这个伯拉伯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上帝是苦弱 就是这个苦 就是痛苦的苦弱 就弱势了 弱势的弱 他是一个苦弱的象征 他的存在并不是 来帮我们解决 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而是他透过 他这样的苦弱 来要我们 来问我们 来要求我们 去做出反应 去回应那个问题 回应那个问题 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 这个上帝在受苦 他这个苦弱的 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是要人莫一对 还是要去分担 这是 本哈佛在谈基督教 这个宗教 最特别的地方 他认为基督教 跟其他的宗教 不同的之处在于 这当然是 本哈佛说法 但其实我认为 这个 这个就像我刚刚 特别前面提到 那个 召会法师 很让我觉得 很有感触的 那一段话 就是说 本哈佛说 这个基督教 跟其他宗教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是 一般我们所谓的 这个人的 这个宗教意识 是因为我们有痛苦 所以我们想去仰赖 一个有力量的神 就马克思 一个很经典的说法 就是宗教 是人民的鸦片 什么时候 你会需要鸦片 因为你觉得你痛苦 你会需要有一个东西 来抚慰你 然后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救星 这是 其他宗教 可能会是这样的想 但是基督教不一样 因为这个圣经 是去指引人们 去寻找一个无力的 然后为这个世界 受痛 受着痛苦的上帝 也就只有 这一种受苦的上帝 他才能够帮助人 我觉得这种 所谓的 上帝的苦弱 这个概念 对我来说 是冲击非常大 或者是说 我觉得这种 这种 从这角度来切入 一个 一个 作为一个宗教的 这个使徒 或者是说 心怀宗教 应该要怎么样看待 世界苦难的 这个方式 对我来说 是非常有启发 所以 我觉得Ben Hubb这段话 非常的有意思 快速给大家 这个念一下 他说 圣经的苦难 圣经的上帝 是弱者 是受苦的人 是被蔑视的人 他跟我们一样 在面对 巨大的苦难的时候 是无能为力 受苦的上帝 在十字架子的死亡 是最彻底的 苦难表现 这里面没有神迹 也没有反指 而只是 在等着 人们去做出决断 就是决定 就是说 你要对这个东西 你是要忍没 你还是 还是说 你要去想办法 去分担这个东西 所以 在Ben Hubb看来 其实人不是 就是说 这个基督的追随者 不是逃避世界 基督教本身也不是 这一种 避世的宗教 他不是要把人 带到一个 就是说 好像一个 就是说 事件的苦难 完结 结束之后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新的世界 而是 把这个大地 把这个受苦难的大地 呈现在 人们的面前 然后 让人们去选择 要不要去承担 这个 这个世界的 这个 世间的 这个 苦难 比如说 所以 这个 Ben Hubb的说法 就是说 爱上帝的人 一定是把上帝 当成一个大地的主来爱 这个大地 就是 人间的 这种 一切的 这种 苦难的 这种 这种 集合 第三点 我想要 在接下来 继续谈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般 提到 Ben Hubb的 好像是因为 他是一个 刺杀者 那我们一般 对这个 刺客 或者说 刺杀者 我们会感觉 他好像有一个 特别有一种 觉得他是一个 英雄 或者是说 觉得他是一个 英雄的 一个 形象 这样 那 可是 当你看 Ben Hubb 自己对 自己的 各种行动的 一些反思 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发现 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Ben Hubb 其实他是 他非常的清楚 自己在这些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有罪 他是一个 同谋者 就是说 他知道 他是一个 知道自己是一个 有罪的 这个同谋者 他并没有 觉得 我今天去参与 这个自杀行 那我就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 抵抗 Dietrich Bonhoeffer Dietrich Bonhoeffer Dietrich Bonhoeffer 为什么 那个东西 一直跳出来 就是说 这好像是一个 好像我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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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然后我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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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了这个 刺杀的 这个英雄 的行动 反过来 他认为自己 才是一个 有罪的 同谋者 今天Ben Hubb 并不是说 我们 审 所有的人 他都应该要去 选择一个 最激烈的 行动 好像就是说 刺杀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必要 一定要这么 做的行动 而是说 他的说法 是说 我们 要对这个 世界的 苦难 不幸 负责 这当然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 不是基督 我们不是主 我们只是 他们手中的 器 我们必须要 思考一个问题 这是刚刚文桑老师 也有提到的 一个事情 我们要去 思考这个 在什么样的 程度下 我们能够 做到什么样的 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 每个人都只能 做在一个 有限的 这种 有限的 程度上面 去分担 他人的 这个 苦难 或者是说 大地的苦难 那其实 关于这个 刺杀的行动 其实 Ben Hubb自己 也是很清楚 就是说 他并不是 能够 就是说 当时 那个刺杀行动 是准备了一个炸弹 然后放在 希特勒的 扳机上面 但是因为各种因素 所以隐性 其实没有 被点燃 对Ben Hubb来说 其实 他也很清楚 自己并不是 能够 做炸弹 能够去放炸弹 他的立场是 我不会去 做这样的事情 我不会去成为 这个东西的 执行者 可是我知道 这个行动 对于 阻挡 这个国家机器 变成一个 纯粹的 这个暴力的 这个机器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行动 对于 这个国家的 这个暴力化 其实他是 有 他是有 阻挡 这个巨轮 他是有帮助 或者说 他是有意义的 那我愿意支持 这样的事情 但是 我知道 我自己并不是 那个能够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 刚刚我们前面提到 这个Ben Harper 所遇到的一个困境 是一个特别是 关于这种 自许为 自认为自己是 基督的追随者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伦理上面的冲突 也就是说 上帝一方 上帝告诉我们 就是说 你 你不能够杀人 就是说 辱物杀 这样 但是在某一些情境下 你又很清楚 如果你不做某一些事情 类似像刺杀行动 这个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 阻挡这个 国家机器的 这个巨轮 刚刚那个 轮子 那个巨轮的 这个比喻 就是说 你是没有办法 阻止这个巨轮 继续的 在伤害 伤害无辜的人 这样子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艰困的 这个伦理的抉择 就是说 我意识到 这个困境 然后我接下来 意识到 这个困境之后 我要怎么样 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处理它 这是一个非常艰困的 一个伦理的选择 那在不同的时代 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它可能会采取 不同的方式 因为时间关系 我最后再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 特别是说 这个所谓的 那个 用我自己的说法来说 就是后极权 主义时代的 这个伦理的思考 我觉得 关于这个 特别是纳粹 还有这个史达林的 这个极权主义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那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重要的面向 就是说 这一些 这个极权的政体 或者说极权的体制 它今天要你服从 它并不是拿着刀 或者是说拿着枪 强迫你服从 当然它还是有这个部分 但是 它最主要让人民服从 让人民屈服的方式是 它有一套非常完美 或者是说非常的这个 这个光鲜亮丽的这个说辞 然后有一套 就这种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希特勒 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这是我们这个 亚利安人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新的帝国 或者是说 我们需要这些生存的空间 或者是说怎么样 也就是说 一个体制 一个暴政 现在的暴 现代的暴政 不像过去的暴政 它是 它是主要 过去的暴政 主要是依靠 让人民恐惧 然后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武器 让人民屈服 但现代的暴政 其实是 它有一个 类似像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让你去接受它 让你去服从它 那包括尔兰 后来在这个 这个爱希曼的 这个审判当中的例子 里面 它也看到的 就是说 为什么它会觉得 爱希曼好像就是 有一个 后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个说法 叫那个 那个 就是说 二是有一个 庸长 或者说平庸性的部分 因为它发现 这个爱希曼 其实它是 它对于 它 它对于这个 当时纳粹的一些口号 或者是说 这个纳粹帝国的一些 那个灌输给它的一些 意识形态内容 它是非常的熟悉 然后它记得很清楚 可是这样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面 记得很清楚的人 它对于就一个 很简单的东西选择 就是说我要不要杀人 这件事情 却显得异常的冷漠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bunality的由来 也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bunality 就是说这个 庸长 庸 或者是平庸 它的另外一个面向 其实是现代的 这种极权政体 它其实有一个 非常华丽的 也好 你说华丽也好 或者说 一个非常缜密的 意识形态的羞耻 来告诉你 其实你当杀人 是没有关系的 或者说你去做 这些事情是没有关系的 刚刚那个 召会法师 有用了一个词 我觉得蛮适合 来讲这个状况的 就是说 这个叫做神道社教 就是说 好像有一套 这个很高深的这种 这种说法 关于在这种状况之下 也就是说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要选择服从 你是有很多很多理由 或者说这个 极权主义的体制 会有各种的理由 告诉你 你可以选择服从 你选择服从 是没有罪的 但是这里面的 艰困的地方 就是说 真正艰困的地方 在于说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说 我不愿意服从 当你在一个极权体制 或者是说一个 现代的这种暴政之下 当你发现 你可以很轻松的 找到各种的理由 来证明 来证明你的 你的沉默 你的沉默 甚至说你的积极的服从 积极的服从 或者是说 消极的这种服从 是有正当理由 比如说各种 就是说 大家都身不由己 或者是说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或者是说 我就是为了要保命 或者是说 我是为了要 我们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我就是依法行政 那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沉默在这件事情上面 也让我有一些启发 他说 你在身为一个教徒 他说 身为一个教徒 身为一个基督的追随者 你要想的一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 双脚 稳稳的站在这个苦难的大地上 那你要双脚稳稳的苦难 站在这个苦难的这个大地上的时候 你今天问的问题不是说 你今天问的问题不是说 我的理性 或者是说我的原则 或者是我的良心 或者是我的自由 我的美德各种的东西 这一些东西 他当然某种程度上都是好 但是这一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 单纯的由你自己 所设想出来 或者是说 所 所产发出来的一些 基本的道德原则 而所谓的极权主义的体制 这个体制 他所动摇的就是 这些我们刚前面的 这个理性也好 良心也好 自由也好 美德也好 这一些原则 他可能某种程度上 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比如说刚刚我 刚刚我一直提到 这个爱兴曼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爱兴曼经常用 康德来自我辩护 那我们都知道 康德是一个大哲学家 是一个大伦理学家 那一个 自称自己是一个非常 喜欢康德 然后从小到大读康德的人 这个爱兴曼这个人 他为什么会 犯下一个非常巨大的 这个罪恶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很艰困的伦理的议题 所以说这个佩哈佛就觉得说 他就说 其实这一些东西 刚刚我们提到 理性也好 原则也好 良心也好 自由也好 美德也好 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足以 让我们稳稳的 站在这个恐难的 这个大土上 那在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你才能够觉得 比如说 我是稳稳的 站在这个苦难的大地上 我觉得这个说法 非常有意思 我简单的 我简单的 这个附属这个 Ben Hafton的这个说法 然后也当做今天一个 暂时的一个结尾 就是说 只有在你完全的 然后只有这个 对于上帝的信心 以及上帝的关系当中 你被这个苦难的 这个上帝所 他所呼召 然后顺服 顺服于这个 这个这个主 然后采取有责任的 这个负责任的 这个行动 然后你也预备好 牺牲你 所有的东西的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 能够稳稳的 站在这个 孔难大地上 负责的人 而他的生命 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 也不再只是 其他的东西 他的生命 就是完全的 由这种 对上帝的要求 与呼召的 这个回应 这是一个 在所谓的 后极权主义时代 我们要怎么样 去重新思考 我们在这个 面对暴政的时候 我们应当做什么 而不应当做什么 的一个 我觉得 非常 有启发的想法 我们今天应该去问 那个 即使你不是 即使你 不信任何的宗教 你不是任何教徒 你也应该去 追问一个东西 就是 那个 远远高过于你的存在 但是又同时是 一个 好像是一个 弱势的 苦难的 一个象征的存在 我们要去 追问这个东西 而不是问自己 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的理性 可以导出来 是不是符合我的原则 是不是有 我自己有 我单纯就觉得 我自己良心过得去了 这样子 好 那这是我 简单对于 这个透过 这个 那个 Benhoff的 一些这个想法 那跟大家来 那也很希望 跟大家来分享 那也 那就像我说的 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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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徒 很多的理解上面 也可能是 没有办法感受到 那个精髓 那也欢迎 就是说有 其他的朋友 这个可以给我一些 指教 这样 好 那我们那个 今天就 我就先谈到这边 那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看看 有没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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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聊天室 对 就是这个 有其他的朋友 有一些想法 可以跟我们 大家分享 如果有的话 就 就这个 那个 陈 陈金万 先生 你 你 你应该可以 你都可以 开麦克风 说 应该可以吧 你好 可以听到 可以吗 可以 好 好 你请说 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文山老师 就是 刚刚他在提到 那个驿站 有关于 那个成功几率 这件事情 那 这件事情 让我 联想到 就是 二屋战争 初期的时候 在评估 就是美国 在评估 这个 乌克兰 他到底 抗 成功率的 那个 那个 比率是多少 那其实刚开始 大家都想说 乌克兰 不可能 挡得下来 这个 俄罗斯的 攻击 所以美国也建议 那个 泽伦斯基 就是说 你要不要 赶快 搭飞机 飞到国外去 当时其实 是大家都不看好 乌克兰 不看好 泽伦斯基 可是 泽伦斯基 在那样一个 危机的情况下 他还是决定留下来 那他的计算 他的成功率是多少 我想他不是这样子算 他算的是 这个 坚持下来的价值 跟 促使他决定 要背水一战 然后留下 然后才逆转 这个情势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在一战的 这个评估里面 不应该 不应该只是 用这个量化的思考 去算这个成功 因为人的有限性 人的有限性 让你没有办法去 去这个测量 这个 所谓的成功 但是你又必须在这个 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 去决定你的下一步 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那个关键 其实不是机率的问题 而是价值的问题 那我不知道 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名词 来表示 好 这个 这个东西 那 想请教文山 文山老师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文山老师听得到吗 文山老师 文山老师在吗 我在 我在 对 我有听到 你要不要先回应 你要不要先回应 好 先简短 对 因为我的这个 你们现在看我的脸 全部是黑的吗 我还是把那个 荧幕关掉好了 因为我这个背光 好 那我先讲一下 我要说的就是说 成功几率 它其实 你会发现 就是说 它其实只是 我讲的 一战理论传统里面 五个要项 就是宣战之前的 就是 Juice at Bellum 里面的很多 评断标准里面的 其中一个 但我要讲就是 一战理论已经发展到 非常的复杂 你不会只因为 你有正当理由 开战 就变成是你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 或者是你战后 如何的进行报复 或者是说你这个 其他的这些东西 你都没有配套的时候 你就可以宣称你是 异战 这就是为什么 在异战传统里面 很少战争被认为是 异战 只有一个例外 应该不是只有一个例外 有很多 有很多学者认为 譬如说美国的 反恐战争是 异战 譬如说那个 Michael Walter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反对他 但毫无例外的 其实就是 二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被认为是一个异战 那你会发现 那也是因为 就是这个德国 然后就是 对其他的国家 进行了侵略 然后他那个 不分对象进行了攻击 然后甚至就是 把犹太人 关到集中营里面去 进行种族灭绝 那所以你会 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在评估一个东西 是不是异战的时候 你必须要评估 非常多的东西 那这些非常的多的东西里面 除了这个价值 就伦理原则 你有没有被遵守之外 其实还牵涉到一件事情 就是伦理学领域里面 有所谓的结果论 结果论就认为说 一个行为 它是不是道德上对的 弱且为弱 它是不是能够带来行为的 那个自胜的把握 这自胜的把握 我们可以去追问 到底什么叫自胜 那那个 其实我觉得乌克兰在跟俄罗斯打仗之前 已经做了非常多年的准备了 他已经有他的就是有派很多的人去其他的国家接受训练 否则你会 你就是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武器不是到了这边你就能够上手的 就好像电脑不是你打开来你就会用的 所以他们一定已经在早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备战的状态 那我觉得台湾其实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 就是你就是在这样子的国家的旁边 你又不是离他们很远 你在这个地缘政治你就在他旁边 而且你对他有重要的战略利益 他如果要对外侵略 他会首先拿下你 但你一旦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意识到就是说 你觉得不可能就是放弃一切的武力 你就是不要笑熊了 那那个就好像乌克兰不会笑熊 就像法师说的新加坡不笑熊 马来西亚不会欺负他 就是台湾也不要笑熊 就是中国不会拿下 那你就应该要有这样的准备 那既然你有这个准备的时候 你就要首先选择你的战争目标到底是什么 一旦开打以后你的战争目标是什么 那你的战争目标如果是反攻大陆 然后这个叫胜利 那你就完了嘛 那你基本上就是完了 但是你能不能够守住台湾 如果你的战争目标 你的胜利的这个标准是守住台湾 我就是不让他上岸 然后你就是你就可以用一个非常 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出了一本书 就是说什么不对称战争吗 以前的那个参谋总长 李启明上将 对 他在讲这个你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 那我觉得乌克兰的战争里头 乌克兰其实他有 他有定出一个他的战争的所谓的胜利目标 就是他不要被俄罗斯吃掉 这件事情很容易 但如果乌克兰认为他的胜利目标是 反攻俄罗斯 这件事情就很难 但是你转过头来看 俄罗斯他的胜利目标是什么 他认为他的胜利目标是吃下乌克兰 但对于一个侵略者来讲 这件事情他把他的战争目标定成是这样的话 他要顺利就非常难 那所以我只是要为这一条原则 就是胜算几率这件事情 放在这驿战宣战的这样的一个考虑要项里面 我要认为就是他的确有他的一个重要性 很多的人现在都不喜欢讲这个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会只单纯讲说什么 对方做了错误的事情 对我做了错误的事情 对方侵略我 对方那个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等于是我有正当理由 我就是可以只靠正当理由 就不需要去考虑战争胜算的情况底下 就盲目开战 我会觉得任何的政府的政策 他在宣战之前 他不可能不去计算利益后果 那一个完全不考虑利益后果的一个政府 他不但在制定他的战略目标 然后部署他的军队上面是毫无准备 而且是没有章法的 那他的这个宣战行为也会是错误的 好我讲到这边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战争的成功几率 这个部分应该更多是约束战争的发动者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如果以物战争的状况来说 就是就是俄罗斯方 其实对乌克兰方来说 对被侵略者来说 其实这个方 就是说战争胜成功的几率的这个考量 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一个 一个很很重要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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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考虑的要件这样 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说 现在关于这个 就文山老师刚刚也提到很多 就是说你在发动战争的时候 你要考虑 这个你的成功 你的成功几率这件事情 其实是这个战争 是不是能够是一场正义战争的一个重要 对发动方来说 这是一个这场战争 是不是一个正义的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判断的一个标准 那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成功几率 或者说所谓的胜率 其实我觉得它并不单纯只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好像很抽离的一个几率的这种 这种这种计算这样子的 其实它背后还是有一个伦理的追问 就是说你今天你今天发动这场战争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普丁发动这场战争 你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你习近平发动这场战争 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们可能都有一些神圣的理由 但是就是说 就像这个召会法师之前在评论那个恶物战争的时候 他有一段话我也是蛮感触蛮深的 他说这个佛家之地不能 对于任何让生命受到摧残的行动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不能够让内心的暴力滋涨 更不能没化任何一种神圣理由的这个战争 就不管普丁或习近平也好 都有一些这种 他们可能发动战争的理由 这个普丁可能就是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是一个假的国家 这是被弄出来的这个法西斯国家 那不对习近平来说 他可能觉得这是中国梦的复兴 复兴中国梦 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这种战争的理由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问一场战争 他的胜 他的胜率背后其实所考量 就是说你到底发动这场战争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觉得你才发动这场战争 或者说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发动这场战争 你能够让对方的人民过得更好 那你能够让自己的人民过得更好 你看现在的俄罗斯为了普丁一个人的这个战争的决策 那整个国内可能人民没有麦当劳可以吃 因为被经济制裁 然后这个接下来要征兵 很多俄罗斯的年轻人就是上网搜索 怎么样把自己的手骨打断 就不用上战场或者赶快跑 如果你的这场战争是再给你自己国内人民的苦难的话 那他当然就不算是成功 那他的成功几率当然也就非常的低 也就是可以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成功几率是非常低的 是我个人都是说关于这个驿站 考虑到这个成功几率的一些 这个补充的一些想法 好那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那个那个有什么想法要跟我们大家分享 就是说关于宗教如何抵抗暴政 也包括说刚刚三位讲者的一些 这个讨论里面有什么要补充 或者说要回应 或者说要批评的都可以 我们就是一个这个今天是礼拜六 台湾这边是礼拜六晚上 我们就是很这是一个严肃的议题 但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不要这么的拘谨的 来这个讨论这个很严肃的这个议题这样 有吗有吗 大家都很客气 我的经验是大家都会特别的慢热 有时候那个组织一些讲座或是什么 就发现大家一开始都很客气 不太敢讲话 然后还一两个才开始讲话 场面开始热起来之后 就大家开始有各种的想法 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时间过得很快 就到了这样 如果有的话就自己举手 或是打开麦克风自己讲话也可以 好 有吗 有吗 时间上是不是也已经到了是吗 现在是九点了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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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比较晚开始 我们大概表定大概九点二十 这样子差不多 那个还是赵慧法师刚刚有什么那个要补充的 对可以啊 我刚刚一直我刚刚一直点名你 哈哈哈哈 我把你的那个名言 把你的名言也摘入出来 谢谢 那我们那个赵慧法师再跟我们就是说再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其实也只有谈了十五分钟 对对对 因为刚才我确实 因为刚才我自己搞错了 我担心我会占到大家的时间 所以赶快刹车 那所以我针对于有关佛陀的祖国灭亡 这个故事来做一个探讨 那所以呢也请大家还是一样先看我的PPT 好那么我刚才只提到一点就是佛陀 他作为一个肉身拦阻武装势力的先驱 那示范了一场的非武力抗争 虽然未必见得可以复制 但是确实它是一条可遵循之路 那么面对非武力抗争 还会残忍屠杀的那些人不是没有 而且很多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缅甸政府 缅甸的军政府它是怎么做的 这个会让人非常的吃惊 那可是你看相对来讲 菲律宾政府它就有节制 马可市 那么所以我们包括了 我们说英国它面对的 这个印度的独立运动非武力抗争 它也是有相当节制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拥有权利的人 虽然都不见得仁慈 但是会让自己对于自己的行为 没有上限的经常是专制政权 它可以行为毫无上限 比如说我们在看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 所产生的一些非常惨烈的局面 或者更悲惨的就是缅甸军政府 大肆屠杀那些民运人士 然后你会感觉我们不要只是诉诸个人道德 一定是要让制度可以产生个人的制约力 制度可以产生个人的制约力 否则的话你碰到没有道德的人 他正好不管怎么说他就站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上的时候 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就回顾了一下佛陀的祖国灭亡这件事情 首先就是除了刚才所说的肉身抵抗暴力之外 就是我回溯佛陀的祖国为什么会变灭 其实这个是来自于种族歧视 种姓歧视 也就是说琉璃王为什么那么痛恨释迦族 甚至于要把他们全面的屠城 其实素因在于 曾经她的母亲是一个 是释迦族的一个贵族的女仆 非常美丽的莫丽夫人 莫丽 那她在这个琉璃王 琉璃王子的爸爸 就是她的父王 波斯尼王 在一次的狩猎中 因为迷路了 遇到了这个莫丽园中的婢女 就是女仆 这个女仆看到她如此疲惫 所以对她有很好的招待 那么因此波斯尼王喜欢她 后来就要求把这个女孩子嫁给她 那当然当时的这个莫丽园 就是这个贵族的家长 她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两个人的种姓差距太大 一个是贵族 一个是贱民 所以她后来把莫丽说为义女 就嫁过去 勉强希望能够门当部队 那么这件事情本来没事 也是一桩美事 但是没有想到 就是大家在一次 就是毗丽园王子 他回到他的妈妈的娘家 那边正在建造一个为佛陀建造的讲堂 讲堂若晨本来是喜事 可是这个太子年幼 他不懂事 他就坐上了讲堂的大座 那于是这些人就骂他 说见种怎么可以坐在这高座 说见臂之子 这个是一个对他自尊性最大的伤害 尤其是在一个非常重视种姓的国家 所以他要求他旁边的侍从 你绝对要记住 将来我登记以后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提醒我 我要让他们整个国家 整个族群灭亡 所以这整个过程可以看得到 就是种姓制度是一个重大贡业 它造成印度不知反几的人间悲剧 那么所以战争发生 当然有他一些理由 那么这些理由呢 有些是真的是绵延已久的悲剧 已经乱成一团乱丝 就比如种姓制度 所以我后面谈了许多种姓制度 到现在为止都依然产生的悲剧 包括只要种姓不同 而低种姓的人 高种姓的人嫁给低种姓的人 然后招来了所谓的 他的娘家的荣誉杀 杀死女婿 甚至于杀死女儿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这个种姓制度 是印度不可承受之重 那么所以佛陀到后来 为什么会无可奈何的结末 因为他也看到了 这个种姓制度在印度 所产生的强大的罪恶 那么所以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这边当然做了许多的分析 所以只是要提醒一点 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要去制造一些供业 因为这个供业是难解难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这个后面没有人能够收拾散后 包括在台湾 我们面对强大敌人 共同合作都不见得能够对抗 我们不要在彼此有许多的侮辱性的歧视性的语言 不断的自我伤害跟伤害对方 那么这样的供业不要结下来 以免我们的内部重大分裂 到处于我们完全自我瓦解 这点是我的另外一个小小的想法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在论文里面写了很多的案例 但是呢 这里面包括了反战的情绪 当时这个城里面的人 城里面的人有评估 就是说到底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那么其实呢不是不可以打赢 甚至于连有人问到佛陀 佛陀也认为如果这些人坚持守住这个城门的话呢 其实这个城是不会被攻破的 那佛陀也并没有跑去说服他们要他们投降 可是呢你会发现那些城里面的那些 自称他们是佛弟子的人 他们不但反战 连里面有很勇猛愿意作战的人 都被他们赤退 被他们排除 但是他们的理由呢 讲了一点理由我是比较不接受的 因为他们认为 你明明知道我们佛教说了不可以杀 那杀人者会下地狱 你怎么可以 我们怎么可以做下地狱的事 那其实我在这里面呢 我在论文中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是强烈质疑的 因为我认为说 你可以去想说是不是因此造来更大的民众的苦难 可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军人 你选择作为军人 你怎么可以去想我会下地狱这件事情 你大概一开始就要先想好会下地狱吧 那如果你愿意做一个保卫国家的军人的时候 也许另外一种佛家的勤套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宁愿因为我自己的造了杀业下入地狱 我也不要让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无辜的人死亡 遭受种种苦难 那么多的敌人因为滥杀无辜而下地狱 那不是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吗 这个是我在这边的一个反思 当然有好几个反思 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占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就先讲到这里 好 那 小老师 哎呦我开了我开了 好那个我们谢谢那个法师的这个补充 刚刚这个法师给我们补充了两点 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有有有见地 就是说第一个谈到这个共业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法师之前在评论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说那个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口号吗 就是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对啊 就是说法师有说这个口号其实听起来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 但这个口号其实是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这个当然是我对法师的解读 我解读了不好法师在解读 对对对对没事 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让你大家好像更恐惧 或者是说让大家好像觉得更更 当然某种程度上的这个这个这个戒慎小心那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东西变成一种恐惧的一种循环的话 其实可能是在制造共业 就是说这个这个共业那变成是说我们好像是面对一个邪恶 我们好像是用另外一个邪恶去去对抗他 对然后第二个这个法师也有提到就是说 当如果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就是我在看 我在读这个文化法师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这个呃这个刺杀 这个元首的这些行动 你不去做这个行动的时候 你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人 他们被这个暴政的巨轮给摧毁给碾碎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伦理的抉择 那你在做这个伦理的抉择的时候 你其实你不是用一种 就是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英雄 就像那个Ben Hoover 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 他很清楚我做了这个决定 我就是罪人 其实我是一个罪人 我因为我做了这个决定 我去刺杀 我决定去参与 其实我不是直接动手那个 那只因为我参与了这个行动 我就其实我是个罪人 而我愿意承担的这个罪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法师刚刚说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情操 但是有些人在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时候 其实好像是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很英雄 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对 但是其实你要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 就是说 其实当我在讲这个话 我在用这个话来解释我的行为的时候 我是很谦卑的 我是很谦卑的感觉到我是一个有罪的罪人 我是在承担某一些这个共业这样子 对 好 那就是我简单的这个这个总结 然后也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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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的加上我自己一些诠释 这样 那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我们现在现在时间已经快到了 但是 就是像我刚刚说大家都很慢热 对 那如果说有朋友其他问题的话 你也是把握时间 就是赶快提出来这样子 对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有问题直接说 好 我想请问一下 没有我只是想说可不可以 哪里可以当 哎 哎 对 麦克风打开 麦克风打开 哎 我有打 嗯 OK 我不知道哪里可以那个 那个download法师的论文 我们可以那个 可以仔细一点的研读 这里可以放 对 对 我不知道这里能不能放 呃 要要按哪个键可以放 我找不到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 对 我刚刚也是想问说 我们都很期待拜读法师的论文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 我也很想要读 我也很想读 那这样子 法师 你看下面有一个那个像是对话框 就聊天栏 那如果你的论文已经有放在网上的话 你就可以把连结po到这个聊天栏 然后大家就可以按那个连结上去 然后下载 我还没有 因为还没有发表在学报 我只是在会议论文 所以就没有放在网络上 这个 现在的动作超习 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直接传档案 对 因为你知道学术伦理也相当严 你这个会议论文给他放到网络上 到底算不算已经公开了 那将来你要投到学报会不会说自我抄袭 现在这个问题 写地址这太猛烈了 所以 那好像法师的论文应该还会在做修改 然后刊登在刊物上 但是法师原本这个论文也有一个比较草稿 是刊登在那个红氏学院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是你的奖祭 对 我想起来了 那篇奖祭可以给大家看 我等一下找出连结 但是后来我再写的这篇论文就比较学术性 谢谢文三提醒 我自己都给他忘光光了 抱歉 因为我离开台湾之前就很想要去 把这个把你的那篇找出来看 好 我现在立刻先把那个连结 超连结 谢谢谢谢 那当然那个是奖祭 所以比较没那么严谨 后来写学术论文就当然是更严谨的 我来放在 抱歉抱歉 不会不会 OK 好 放在这里 这个是一篇奖祭 那里面的杂志里面的第一本杂志 最放在最上面的杂志 佛典中的战争观 里面有一篇我的 对 对 方谈 是 这个红式的这个 对对对对 但是 谢谢讲师 对 只是讲记 对 谢谢 可能就是这样 比较容易听 谢谢 我们当然也很期待这个法师这一篇论文正式发表之后 是 是 对 会同 对 对 我们之后 说不定我们之后可以就是说这个办一个 专门来讨论法师这篇论文 我刚刚看了几页 而是觉得蛮有趣的 有些说法 这个 谢谢 蛮有意思的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有有有有有问题 如果没有话那那个文文三老师是不是最后为我们做一点补充 还是有什么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文三老师 我想 我想就再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 虽然就是 每个宗教里面都有所谓的这个 对于怎么处理战争的一些伦理 那通常过去都是被放在所谓的武德那个领域里头去做 去做培养或者是去做规训 那但是但是基督教可能是因为他过去就是有非常多的宗教战争 所以他的他在这方面的讨论就非常的多 那然后而且就是那个在在就是在近代国家兴起之后 那他的一些想法或者讨论其实具有某种那个共通性 那因此就被纳入到这个国际公约里头 所以他不完全像我刚刚讲的一些那种伦理规范 他不完全是所谓的只有基督徒才要遵守 或只有基督徒才需要去思考 那是事实上他是 他是他也被纳入在联合国的一些相关的公约里头 那其实就是任何一个发动战争的人都必须去思考 他是不是他发动的这个战争 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所以那我只是要说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球村的时代 那即便是发动战争的人 心理的动机是邪恶的 他都会想办法诉诸所谓的这个正当理由 譬如说普丁他要去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他是认为他是 他是把自己的这件这样子的一个侵略战争 比拟成是他在恶战的时候 就是成功的抵御了德军的入侵 他认为他是去解放这个 那个顿巴斯那些地区的这些 这个亲恶的那些那些地区的人 然后甚至他指责乌克兰是乌克兰是这个法西斯 然后那那你会发现他做的这些事情 那其实他就是知道他自己违反了国际公约 所以他想尽办法要让自己看起来很体面 那你会发现中国其实在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在玩这一套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追求和平 我们就应该要能够洞悉报政 他的这种话术 然后就是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 就应该要尽一切的力量去阻止战争的发生 那不是两手一摊 就是说我是支持和平主义的 在任何情况底下都不支持战争 然后就句号就结束 那我是觉得说台湾有很多的很多的人 他应该要就是他应该要更积极的提出 比如说像荣应台 他当他这样子讲 他反对一切战争的时候 他应该更积极的提出 他觉得有哪些策略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去促进和平的 而这个和平是见机在正义上 而不是见机在就是那种苟且 然后偷生这样子的一种角度上面 对 这就像是法师之前说的 就是说战争都是有一些神圣的理由 但是我们不能够去美化任何一种神圣理由的战争 对啊 就是说战争的发动者 他们总是有各种的神圣的理由 但这些神圣的理由基本上都是 这个也是跟我刚刚提到的这个Ben Hofer的这个说法也是有呼应 就是说你这些神圣理由 你表面上听起来很崇高很神圣 比如说这个要消灭乌克兰 这个是法西斯国家 那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要收回台湾 这是这个中国梦的复兴啊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他当然都听起来很有理由 表面上听起来很有理由 那他看起来也是好像很 很怎么讲 就是很光鲜亮丽 那问题是在这些神圣的理由的 这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多少的这个大地上的人民受到了苦难 我觉得这是所有 这可能真的是所有的宗教都要 都要 不只是所有的宗教 包括所有人都要问的这样问题 就为了一个所谓到底乌克兰是不是一个 法西斯主义国家呢 这个问题啊 那个那个到底收回台湾是不是 就真的能够让所谓的中国梦复兴 这些问题他在这个 受到这些 因为战争而受苦的这些人面前 或者是说这些因为战争而受苦的人 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这个理由面前 可能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们这种苦难的 这个一个个 一点点的这种微不足道的苦难 才能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不应该让这些苦难延续下去 那也是要让我们去拒绝这些 就是说表面上的这些这种神圣的理由 我想这应该是所有不同的宗教 不管说你今天是这个 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 那也不管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在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好像战争 这个山雨欲来的这个时代 应该要有的一些思考 好那那个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很谢谢各位的参与 那特别谢谢这个法师 还有这个特别是这个文山老师 为了这个为了这个这这系列的两场活动 是投注了非常大的这个心力 那也很遗憾就是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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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陈骚牧师没有办法 今天因为他生病没有办法过来 不然的话 就是说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讨论 但是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就是等他康复之后呢 我们再来个系列三也是可以 对就是换他来主讲 就是欠了一次主持 这次你会变成主讲了这样子 好那就是说我们今天 现在很谢谢大家 那也很谢谢这个两位的这个这个讲者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 我自己觉得我今天好 那我特别收获很多啦 尤其是这个佛法的一些东西 还有这个驿站的一些东西 对那那那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启发的讨论这样子 好那如果就是说大家都没有其他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到这边 那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私下有什么回馈 或者说反馈的话 也欢迎跟这个包括我在内的三位讲者 就是说做联系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再一次的谢谢两位 你应该帮我玩三位讲者 然后这个祝大家这个 今天是台湾时间是礼拜六 那你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就是说虽然是乱世 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愉悦这样子 好那就谢谢大家 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拜拜 拜拜 晚安 谢谢 晚安 晚安 文山那边 文山老师那边应该是跟他说早 文山老师 对下午 我是下午 对 好 拜拜 你快来快晚 拜拜 拜拜 好重哦 好谢谢老师 谢谢玉和 拜拜 谢谢玉和 谢谢 谢谢 可以吗 汪汪自己那边在控制对不对 OK那我就先下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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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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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